大家下午好 欢迎参加国务院联合联合期 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 不犹豫不动摇 动态清零和灵感染有着本质的区别 动态清零要求对于发现疫情 就扑灭疫情 就要不让疫情发生地 这个病毒栽的地方流行 同时也防止病毒从疫情发生地 扩散到其他的地方去 那么动态清零虽然不追求您感染 但是你要消灭疫情的话 你又必须打断传播链 没有新的感染的发生 那换句话说的话 动态清零就是不要求全国范围内 在某一时刻一个病例都没有 那么旨在的话 我们发现疫情 控制疫情 要求在脚胆的时间内控制 那么一个人感染这个新冠病毒 也要救护一到两天的 在没有持续传播疫情的地方 而且疫情主要来自这个输入性这个病例引发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动态清零是最佳的选择 在湖北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以后 那么我们国家的疫情主要是从这个境外输入这个引起的 在过去两年多的防控事件证明 对于每一期输入的疫情 我们都能够发现疫情 尤其是扑灭疫情 那么动态清零就是以最小的社会成本 获得最大的社会效果 那么它是符合我国的防控事件 那么是我们中国新冠防控的最佳选择 实际上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啊 这个传染性和致病性之间的话呢 没有必然的联系 那么我们之所以观察到这个传染性和致病性 好像是朝着两个方向的一个发展的一样一个现象 那么这个呢 更多的是由于人的西户学属性决定的 当病毒的致病性减弱了 那么我们感染的人 他的症状呢就比较轻 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呢 在社会上活动 又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人 造成更多的感染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还没有发现 这个新冠病毒啊 变异的这个有规律性 它既有可能朝着传染性增强 致病性减弱 向我们期望的方向去发展 它也有可能的话呢 朝着这个传染性也强 致病性也强 这个方向去发展 针对这个病毒的变异呢 一方面 我们要密切 追踪全球范围内 新冠病毒变异 在传播范围 致病性 在这个传染性等方面的这个变化 以及发展趋势 那包括呢 我们现在的诊断司机 还能不能灵敏地检测出 变异的毒株 那么我们现在的疫苗 还能不能针对变异的毒株 具有预防感染 预防重症 预防死亡的效果等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还是呢 要加强常态化防控出事的落实 这里包括呢 我们强调的是早 早发现 早报告 早隔离 早治疗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